驚人的生命之輪 成功突破表演領域的分界 融合雜技 舞蹈和武術 一人在直徑九公尺 不停高速飛轉的巨輪上面 光要保持平衡就已經夠困難了 還要做出倒立 耍火棒 以及跳繩 等等被一所思的動作 甚至蒙住頭部 讓捏一把冷汗的觀眾 充分體驗目不暇擊的極致震撼 非常驚喜 非常好的藝術 我們從荒蘭 我們從來沒有看到它那麼好 我覺得它們全都很漂亮 非常漂亮 非常的驚喜 然後嘆為觀止 然後嘴巴好像都是一直張開 沒有合上 生命之輪 只是上海馬戲城的時空之旅 其中的一個精彩節目 引爆話題的時空之旅 徹底打破傳統雜技的格局和模式 結合國際級的多媒體舞台設計 搭配現場演奏的原創音樂 帶領觀眾進入一個如夢似幻的世界 另一個招牌節目是時空飛車 直徑六點五公尺的鋼球裡 摩托車騎士藉由高速對抗地心引力 旋轉狂飆 這也創下八輛車 在密閉球體內同場飛馳的世界紀錄 狹小空間裡前後車距離不到五十公分 必須仰賴精準的技術和絕佳團隊默契 這個表演每一秒都扣人心弦 讓包括好萊塢巨星湯姆克魯斯 在內的無數觀眾驚嘆不已 而原創者兼表演者宋德州 雖然已經五十多歲了 但體囊保持在最佳狀態 也是嚴格的教練 因為他深切了解 環環相扣的超級難度 宋德州的獨子也參與表演 團隊中還包含一位不讓虛眉的女車手 目前宋德州已經著手準備 供上一層樓的九人飛車 向極限挑戰 時空之旅的節奏有快有慢 但絕無冷場 即使是傳統的踩高橋 也不忘注入心意提升難度 投資三千萬人民幣的時空之旅 原本希望三年回本 結果短短一年就提前達成 目前已經演出七百多場 每場平均售票高達八成以上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每天都有演出 表演者多半是耐力絕佳的年輕人 雖然身懷絕技 但每天依舊毫不懈怠地勤修苦練 因為展現高度敬業精神的他們深切明白 唯有如此才有辦法舉重若輕地 圓滿達成不容絲毫失誤的完美表演 保障自己和夥伴的安全 通過這樣的訓練 才能保證舞台上技巧的完整 當然完整了也就安全了 在中西文化匯集的上海灘 上海馬戲城 就是最當宏的藝術享受空間 不但外籍遊客源源不絕 連本地觀眾也很捧場 許多公司還用來犒賞員工 透過跨越文化和語言障礙的肢體動作 結合傳統和科技 歷史和未來 時空之旅 就如同上海這座豐富多元的城市一樣 不斷碰撞出燦爛的火